女人只是喝了一口饮料 结果却被酸掉了一颗牙齿 突然又一声咳嗽 牙齿竟然瞬间掉光了 懵圈的女人有点懵圈 然而更诡异的是 她的手背正在快速褪皮 接着手指也在缓缓消失 一旁的小帅哥直接吓呆了 眼看自己就要嗝屁 女人快速地朝厕所跑去 帅气的空烧尖状还想挽留一下 气得安娜抬手就是一个大地斗 然后急忙冲进厕所 用紧身的两根手指 哭斥一下锁伤了大门 我的天哪 此时女人的脸部已经开始变形 甚至眼球都搭了了下来 像不像你手机里收藏的表情包 然而她一把清空抬面 急忙从包里掏出了蓝色可乐 哭哧哭哧就啃了起来 紧直着眼球慢慢恢复了原味 但皮肤还在快速地消散 结果下一秒 等到女人再次醒来 她的眼球居然可以任意变换颜色 并且能够灵灵感知到周围的一切 突然大批的啵啵勒拿枪对准了她 然而慌张的女人一点不慌 小手那么轻轻一挥 除了强哥以外 其他人直接晕了过去 强哥瞬间被吓得裤腰带住了 伴随着女人的步步逼紧 小手枪也被吓得瑟瑟发抖 子弹噼里啪啦掉得满地都是 然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只是送了个外卖 结果冲出来几十个标情大汉 强行将她架走 等她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腹部多了一道伤口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又被带进了一间小黑屋 更无语的是 一个小喀拉居然对她起的色心 女人被气得瞬间伤头 大骂了一句9626 小喀拉则淡定舔了舔手指 接着上去就是哭吃一下 然后对着她又是一顿疯狂输出 同伴见状急忙将男人拉走 而此时女人的表情显得十分痛苦 原来是腹部的神秘药品发生的泄漏 大量的蓝色粉末疯狂涌进体内 她的眼球瞬间变成了蓝色 紧接着身体开始不受控制 凭空飘浮了起来 这就是大脑被喀发到20%的样子 那么20%是种什么概念 我们熟知的动物大脑一般只开发了5% 而人类大脑也不过开发到了10% 凭借10% 我们就已经取得了现在的成就 可想而知20%有多恐怖 伴随着一阵抽搐后 安娜淡定地坐在椅子上 此刻的她仿佛变了一个人 就在这时 又一名小喀拉想要图谋不轨 女人露出了你手机里第三个表情包 然后缓缓张开了双腿 小喀拉满脸萎缩地朝她走来 结果下一秒 这一刻女人仿佛战神附体 不到三秒的功夫 就干掉了所有守卫 哪怕发现自己中弹 她也面不改色将子弹抠了出来 最后女人来到了医院 仅仅只是一眼 只是盘上的中文就直接翻译成了英文 接着她静止闯间的手术室 看了一眼病人的脑电图后 转身哭斥一枪 干掉了正在手术的病人 并扬言你根本救不了她 因为她的肿瘤已经扩散到了脑部 接着命令医生取出她体内的药品 可取出来才发现 药居然只剩了半包 原来这种药可以将大脑开发到百分之百 虽然女人已经开发到百分之二十 但她明白随着药物的扩散 自己的生命也即将结束 于是她找到了黑帮据点 此时黑老大还在听着音乐 贴着冬瓜面膜 果然不知危险已经悄然逼近 女人二话不说 抽出双刀就扎了上去 剧烈的疼痛让桑标瞬间清醒 接着寡姐双手安住她的脑门 快速读取她的记忆 因为她需要找到生下的三包蓝色药品 从而来维持自己身体的稳定性 得知准确位置后 她立马动身前往了机场 此时女人的大脑已经开发到了百分之三十 彻底告别了洗剪锤 发型更是可以随意的更换 随后她打给了啵啵勒老大告知的情况 没曾想强哥根本不信 结果下一秒 果然桌上摆了一只红笔 她居然能看到自己的一举一动 这样强哥不得不相信女人的话 紧接着 电脑上又凭空出现了三个男人的图片 波波勒立马根据线索 在机场成功将其抓获 与此同时 桑标得知消息后 立马拍出小弟干掉了所有看守的波波勒 等到安娜赶到时 大战一触即发 这个女人的大脑被开发到了百分之六十 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能扭曲空间 形成一道无形屏障 老六蹲时傻了眼 立马吩咐手下干掉安娜 结果下一秒 面对如此诡异的现象 小喀拉们面面相识 准备开始近身搏斗 可还没碰到女人一根寒毛 她们就凭空飞了起来 轻轻一挥手 小喀拉直接创破了钢机混凝土 接着女人缓缓走到老六面前 淡定地拿走箱子 老六被气得瞬间伤头 可根本无法挪动分毫 随后她带着强哥找到一位脑科专家 因为她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但生命的意义在于传递 所以她要把掌握的知识分享出来 女人一边编换手掌的形态 一边告诉几位专家 我们所看到的 不过是细胞重组的状态 并且一加一根本不等于二 这只不过是人类用来定义的一种方式 假设一辆汽车行驶在马路上 当车速提升到极致时 那么这辆车就会消失 而唯一能够证明它存在的只有时间 所以世界上唯一的衡量法则就是时间 专家们听得满脸蒙圈 反正就是没有听懂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强声 原来是桑标带的手下冲了进来 女人健壮 急忙让专家把所有药品注射到体内 她要在消失前将大脑强行开发完毕 随着大量药品被吸入体内 安娜直接喷出了奥特曼射线 此时大脑已经开发到了70% 接着她的手臂逐渐黑化 如同毒液一般疯狂生长 吞噬着屋内所有一切的能量物质 突然画面一转 所有人来到了一个摆测空间 同时一台超级计算机凭空诞生 此时的大脑被开发到了90% 一个瞬移直接来到了埃菲尔铁塔 接着又来到了繁华的时代广场 双手轻轻一挥 时间瞬间静止 接着就像放电影一样 往右一滑就是假素 往左一滑就是倒退 人类文明在她眼里快速的变化 没多久就回到了原始部落 接着一回首 又来到了恐龙时代 甚至还见到了人类的祖先 伴随着跨世纪的碰触 女人再次穿越时空的场合 预知到了地球被毁灭的场景 此时她的大脑已经开发到了99% 与此同时桑标已经杀了进来 可就在她准备通下杀手时 女人体内的细胞瞬间融合在了一起 随着大脑开发到100% 女人直接凭空消失了 桑标被切得瞬间伤头 结果被赶来的强哥击中 当场也黑了西北 就在强哥满脸疑惑 安娜哪去了时 突然她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 我无处不在 看来她已经与世界融为了一体 那么问题来了 你的大脑又被开发到了多少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关注淡淡 下期见 拜拜 谁来救救这个男孩 在身上画满了经文 本以为这样可以逃过一劫 可由于大师的疏忽大意 漏掉了一个重要位置 午夜十分恶鬼来袭 可他到处寻找也看不到僧人的踪影 就在他转身时 却发现了漂浮在空中的耳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相传在很久以前 日本的元氏和平氏家族为了争夺皇位 在海上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战争 双方在海上打了半年多 伤亡非常惨重 最终平氏家族不敌元氏 平氏天皇也战死沙场 皇后见战败不享受辱 抱着小皇子跳海自尽 这一战让平氏家族灭亡 死后的怨气却让他们灵魂不灭 甚至在海边催生一种 奇怪的人脸螃蟹 被人们称作平氏蟹 由于这片海域经常闹鬼 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为了镇压平氏冤魂 人们在海边修建了寺庙 可即便如此 怪事还是经常发生 庙里有个叫李清的茫僧 他双目思明 但谈唱说书无所不通 而最擅长的就是讲述平家故事 这天晚上 他听到院子里有动静 可却并没有人回应 为了给自己壮胆 僧人坐在地上弹起琵琶 用唱戏的方式缓解情绪 但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盔甲的武士突然出现 他听闻三人对平家故事很擅长 想请他为其主公弹唱一曲 李清不敢为命 手牵手被武士拉走 当他来到一处诡异门前 武士大喊一声 突然大门打开 之间里面烟雾弥漫 仿佛不是人间而是地狱 他们穿过走廊 来到接待客人的主店 这里到处都是平家战死的亡魂 而对面坐的竟然是平氏公主 盲僧正在给恶鬼说书 由于他眼睛看不见 还以为是一群达官贵人 但其实 他们是几百年前战死的冤魂 公主对盲僧表演很满意 于是命令他每天半夜来这里弹唱 从那以后盲僧的身体越来越差 方丈看出了问题 询问他为什么经常半夜出门 但盲僧不敢说话 因为武士曾经说过 如果泄露半句就会杀死他 半夜下雨他又出去了 方丈派两人去寻找盲僧 两人根据地上的脚印 找到了一处墓地 他们发现男人的皮血 便随着诡异的路走了进去 盲僧正在给恶鬼讲述平家故事 两人站在每晚大声喊叫 突然所有冤魂凭空消失 变成了一个个的墓碑 只剩几团鬼火飞来飞去 而盲僧并不知道 两人打算拖走他 但盲僧还是执意不走 说唱不完就会遭到报应 随后两人强行把他拉了回去 回到寺庙 男人向方丈坦白了一切 方丈说再晚几天你就得嗝屁 那里埋葬的全是平家冤魂 你每去一次就会少一些洋气 最后连神仙都救不了了 整个寺庙人心惶惶 为了救下盲僧 方丈在他身上画满了经文 并叮嘱他恶鬼所命时 他的身体就会隐身 千万不要出声 只要熬过今晚 恶鬼就再也不会出现 果然到了半夜恶鬼又来 男人全身写满经文 来躲避可怕的恶鬼 方丈叮嘱盲僧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说话 但方丈岁数太大 忘掉了一个重要部位 午夜时分恶鬼再次来袭 他找了整个寺庙却什么都看不见 他心有不甘又金屋查看 而盲僧因为有经文加持 在恶鬼眼里就如同隐身 这是恶鬼注意到地上的琵琶 再瞅一眼 又看到了悬在空中的耳朵 这下恶鬼明白了 原来盲僧就在这里 于是恶鬼恼羞成怒 残忍地揪掉了他的耳朵 原来抄袭经文的时候漏掉了耳朵 后来村民就把盲僧的事迹 传遍大喜的小巷 都知道寺庙有一个无耳盲僧 弹唱平家故事天下无双 就连鬼都喜欢听 很多目明而来的达官贵人 不惜花掉一意 只为听他弹奏异曲 庙里的师兄们都劝盲僧 远离这是非之地 可盲僧非但没有离开 反而非常愿意讲述平家故事 从此他富甲一方 其实事情并不简单 根据日本传说 盲僧曾经是平家的一个武士 但因为慢主求容 被敌人侮辱后还刺瞎了双眼 平家的冤魂为了惩罚他 就阻读他有生不死 而活下去的条件就是 向世人讲述平家的故事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盲僧是幸运的还是不幸呢 世界末日是什么样 一架飞机划过天空突然发生了爆炸 一点征兆都没有 再往下一看 所有人都在疯狂尖叫逃命 一个女人前一秒还在呼救 下一秒就扑向一个老人开始撕咬 亚当被吓坏了 他刚跑回屋里 一个男人就推门闯了进来 是邻居 他说相处十年的室友突然抱走咬他 就亚当收留 说完就捂着头跑向厕所 亚当彻底蒙圈 赶紧拿起一把刀自保 这是电视新闻紧急报道 丧失病毒正席卷全球 被咬过的人会丧失理智会吃人 当邻居走出来 他的双眼逐渐发红 眼看就要变异 亚当拿起了威胁男人 才将他赶出了家门 可男人刚出去就发生变异 使劲往屋里闯 亚当死死抵住房门才逃过一劫 他鼓起勇气凑近猫眼 邻居已经被别的丧尸杀害 过了很久 亚当都没有从惊吓中缓过来 这时他收到家人短信 他父母都被丧尸包围 回不来了 亚当马上回拨电话 可始终没人接听 他用冰箱堵住房门 用报纸封住窗户 以防被丧尸发现 晚上楼道也总会传来惨叫 吓得他不敢闭眼 就在晚上他听到一声一响 厕所里有什么东西进来了 他抄起报警棍小心翼靠近 突然 丧尸闻到猎物缓缓前进 不过幸好没有发现男人 他不能坐以待毙 决定放手一搏 男人又一次死里逃生 他把尸体抱起来扔下楼 拿冲浪板顶住通风口 这下总算安全了 但很快他又发现了一个致命问题 家里停水了 而且食物也充不了几天 男人彻底崩溃 精神变得恍惚 这时手机有了信号 他赶紧给父母打过去 可惜的是 那边传来的却是父母最后的求救声 男人怒了 想和丧尸决一死战 可刚走出房门 就发现外面全是丧尸 很快就被丧尸发现 让男人发起门宫 这也太可怕了 亚当趁其躲开丧尸攻击 这下他没了复仇的胆量 沿着另一侧通道 重新返回了房间 整个世界被丧尸占领 只剩最后一个男人 他用绳索套在脖子上 打算自我了断 可这时 他发现对面阳台居然有一个女人 怕外面丧尸注意到这边 只能用纸条打着火 男人说自己叫亚当 女人叫夏娃 好嘛 真是绝配 亚当收拾了下自己 决定给地方留个好印象 当得知女人没有水 他就用棒球抛过去跟绳子 让女人接住拴在阳台上 然后把水用一架挂好送给他 但瓶子撞到围栏 发出响声 惊动了一个丧尸 快速疯狂向女人那边爬去 亚当狂扎围栏 吸引丧尸的主意 可响动惊动了更多丧尸 眼看门就要被闯开 他赶紧锁上阳台 用身体抵住冰箱 可另一边丧尸却爬了上来 丧尸不会开阳台门 就用头狠狠砸向玻璃 当丧尸冲破玻璃倒下的瞬间 男人快速冲过去哭吱几下 解决了丧尸 晚上亚当决定去寻找物资 刚从邻居身上搜出钥匙 就被一群丧尸发泄 他赶紧倒下装死 吓得不敢呼吸一下 等丧尸们离开 亚当掏出钥匙飞速开门 在丧尸回头的一瞬间 终于打开了房门 但他不确定这里是否安全 他小心打开卧室门 里面竟有一具女尸 捡起地上头盔砸过去 还好女人没有动弹 在橱库里他找的花生酱 和一袋过旗的饼干 还在卧室找到一个登山包 床下有条登山绳 他刚想伸手去拿 不好是丧尸 他直接扑倒男人张口就咬 危急时刻 男人拿起稿头解决掉了丧尸 然后他趁机 赶紧跑回了家里 打开包有两个对讲机 从此两人有了联系方式 每天都聊25个小时 食物吃完男人决定再去搞点 可走廊里都是丧尸 他只能爬进通风馆去其他房间 很快爬了出去 突然一个老头出现在身后 确认亚当没有被感染 老头卸下了防备 主动给他拿了点吃的 还说可以打包带走 可就在拿物品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男人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面前竟然有丧尸 他的双手被捆住 马上就会成为丧尸的零食 旁边坐着的正是那个老头 他因为他爱妻子了 哪怕便硬硬没舍得杀他 甚至杀了家里的狗狗喂他 现在狗肉吃完了 亚当却正好松上门 老头刚准备动手 突然妄念传来了人声 是夏娃在用对讲机讲话 等老头出去 男人拼命挣扎 终于弄开了绳子 等老头一进来 他顺势一推 让老头成了亲子的零食 果然很好吃 亚当拿起包要走 却听到女人家里闯入丧尸 他推开房门出去 却被成群丧尸发现 眼看前后都被包围 他趁机逃进邻居家里 等到阳台一看 我的天呀 里面全是丧尸 亚当扑通一下 跳到自家阳台 然后用床单做成绳子 顺着绳子叼了下去 这时他被丧尸发现 亚当摸起一把枪 扣动了半击 敲声让丧尸变得更加疯狂 无数丧尸从笼上不断跳下 风浪一样向他冲来 危急时刻 夏娃赶紧放下绳子 男人虽然爬得很快 但还是有可怕的丧尸跟了上来 他集中绳子 翻身越近阳台 用刀割断绳子 让丧尸叼了下去 等女人爬向男人 他们成功会合到了一起 两人紧紧相拥片刻 接着在丧尸群中一路狂奔 讨见得紧急通道 男人赶紧把锁敲断 带着夏娃爬向自家楼层 然后开门吸引丧尸的注意 打动着他和丧尸一起摔下楼梯 丧尸不断发起猛攻 就在这时 女人举起工具使劲砸了下去 逃过一劫的两人一路狂奔 他们越战越勇 一次又一次从丧尸的袭击下 侥幸逃脱 但就在进门时一个丧尸冲来 为了守护心爱的女人 亚当被迫独自迎战 夏娃轻眼看着他被丧尸扑倒 难道他就这样死了吗 幸好男人还是冲了回来 他自己被咬伤变异 拒绝让夏娃靠近 接着亚当冲向阳台 他要确认自己是否已经被咬伤 如果发现感染伤口 他就能在变异前跳下去 夏娃哭着求他不要这样做 可男人足以已定 不过外星身上根本没有伤口 两人还没来自己庆祝 外面丧尸就开始装门 两人一起冲过去 用身体死死抵住冰箱 今天外面没了动静 可末日危机并没有结束 幸好这次他们不再是孤身一人